世界自诞生之初就在不断进化 传媒也是如此 远古时代 东非草原上有一只母猿 一只公猿爱慕不已 于是仰天长孝 这是人类的第一句话 神话时代 亚当在伊甸园 对夏娃写下了我爱你 这是人类的第一行文字 一千年前 毕生用活字印刷树 应付讨厌的抄写 而到了19世纪 当贝尔拿起电话听筒的那一刻 世界开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缩小 电视 移动电话 便携电脑 互联网络 科技将信息传播尽善尽美 欢迎来到完美的信息时代 但现在问题来了 下一步 我们该做什么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仅仅要继续传播学的深入研究 努力使媒介成为人体的延伸 也许还要战胜一部分凶神恶煞的守门人 但更重要的是 要既往开来 勇于尝试 注重培养扎实的采写编的能力 让我们继承了传统平面媒体的精神 当然 我们也更了解 年轻人喜欢什么 依托于实验室的多媒体设备 让我们学会了用摄像机镜头 记录并呈现一个精彩的世界 不够酷不够炫的东西 才不是我们需要的 对了 还有大有可观的网络和移动媒体平台 这才是我们最喜欢的舞台 张扬个性 随时随地与全世界互联 我们以年轻和热情 致力于消除传授之间的隔膜 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活的传播者 让传播活动充满更多的互动和交流 让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 进化每分每秒都在进行 一切皆有可能 这就是我们 新媒体是一种态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Stillridge Bill Gray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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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